以我的这个审美 我认为这样的颜色是丑的 谁说这个颜色压轴人头很好看了 对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绝对够蓝 我现在就是处在一种追光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现在就是30多岁年纪大了吧 但是熬个夜啊 简直是要了半条命 就感觉要很久才可以恢复 嗨 今天肯定是要去一趟超市 然后昨天晚上和女朋友聊天 一直聊到凌晨两点钟 完了今天我的脸简直就是疯掉 然后好多的包 然后还是用这个苏库第一代的这个粉霜嘛 002号 我觉得如果一个底妆 它对一个粉底它对底妆的要求那么高 反正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用不好 我就会觉得很斑驳 其实我之前在泰国生活嘛 然后呢 我平时用的我觉得最好用的就是那个 蓝蔻的这个粉底液 真的是特别好用 如果你要是在那种比较热的地方的话 这个粉底液 因为我在这个亚洲买的嘛 所以它这个SPF是38PA三个加的 所以防晒啊什么的就好像SPF15 一点点吧 就城市里是够的 但是你要是再去旅游的话 这个东西就不太够了 今天要出门 去哪呢 去超市 现在只有超市是开的的 对面积大了吧 但是熬个夜啊 简直是要了半头命 就感觉要很久才可以恢复 而且最近可能要来那个生理西了吧 你看那个豆简直是无欲了 这个一吃辣椒就长豆 但是不能不吃辣椒 昨天还在和我女朋友聊 因为就是我老公是英国人嘛 就是他也会做一些很好吃的菜啊 像咖喱啊 或者是像什么Pasca啊 然后又会加很多那个Tabasco那个辣椒水 然后他就会很无语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我没有说跨国这种东西方的这种婚姻是怎么怎么样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家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 但是他是南北方 他也是吃不到一起去的 我一个女朋友他是温州人 然后他老公是河北人 然后他们家吃的菜就是没有酱油 然后但是他老公就觉得很痛苦你知道吗 就是北方人可能吃的饭颜色比较深吧 我是北京的嘛 就是我比较喜欢吃米饭 我对于饼类和面条类的东西就不是很感冒 看我发现欧洲人似乎特别像西北人 就他们没事就吃面 你知道吗 就是我记得我记得大学的时候 我西北那边的来的西北那边的同学都是吃面式嘛 就是要不吃饼什么的 你看他们欧洲人就没事就吃面啊 吃面包啊 吃各种饼啊 披萨啊 bread啊 什么各种bread啊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 昨天晚上一边聊天一边吃零食 而不是零食一边吃主食 我们家正是没有零食只有主食 就是面包啊什么 不断往这里塞 就是Velmont这个水啊 这个face lotion 通用 我真的觉得是挺好用的 而且它这个瓶子是瓷瓶的 然后这个又是金的 然后这个上面这个盖子是磨砂的 怎么说呢 我觉得OK可能有点pricy 有点贵啊 但是有的时候护肤其实是一种享受 就是就是这样的一种 包括它的味道啊什么的 还都是挺lax的 然后那天那个Apica Velvet 还有一个Havinico's的这个 包装的还是挺好的 然后这个纸好像也是传过的 而且Havinico's是 他经常送点什么东西 你看他给我送了一个Comedy Gastel的这个 我那天还买了一个这个 24Hour Sprout Setter 据说这个很好用 我来试一下 之前我用过这个brow gel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那天还买了一个Salted Caramel Biscuit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Apica Velvet 买一个正宝 然后目前呢 我觉得我come for today 你看已经算是好几个了 都是老盘没有新的 没有买新的 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的后知后觉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什么东西我得是 因为原来总是在瞎买和忙买当中 然后总结了一些经验教训呢 就是现在比较后置 这个盘真的是 我真的建议这个紫色的 就是如果你想让画的这个眼影有一点亮点的话 这个真的是挺值得买的 真的 我这个人还是挺爱买紫色的眼影的 就是 我觉得他这个紫真的是好看的紫 然后我还想买那个就是NARS那个 就是什么Afterglow那个盘吧 但是呢 哎我一看那个盘 除了那个紫色的亮片 我觉得和这个Natasha Kimona的这个Sunset Palette 好像没有什么 这个紫什么鱼金啊什么这种 所以我就忍一忍 忍一忍 忍到实在不能忍的什么 我去Armani买这个的时候 我在英国这买的嘛 然后那个桂姐是个中国女孩 她给我推荐的颜色特别好看 这个还挺好用的 我觉得这个之后我对Armani的这个彩妆 哦对 她当时我推荐了这个 这个真的也是很好用 但是超级遮毛孔 你知道吗 特别遮毛孔 唯一的低低的缺点就是 可能过一段时间她就脱妆了 像我这种混流皮肤 就是一个特别爱脱妆 我今天其实想画一个 棕棕一点的那种眼影 因为我想用那个 哎我上次买的那个 Tom Ford这个Wild Ginger 谁说这个颜色 亚洲人脱很好看了 这个颜色真的就是黄红黄红的 又黄又红 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特别好看 然后再试一下这个 据说这个是很有力对的眉毛的那个效果 因为家里养猫就是这样 不知道哪里就感觉 脸上就是毛 还是这个Lamere的这个大粉刷 真的超级好用 我觉得这种东西吧 就是有一种化妆嘛 就是一种享受 哇我今天这个皮肤真的不是特别好 真的 回来今天要好好整理一下 做做面膜呀 做做Tripola呀 真的就是属于平均 一个月用一次的感觉吧 就是很多人说 要不要买这个Tripola 我买的是这一款吗 我现在也给你再插在这 就随时让自己去用 但是我还是不用 因为 我觉得你在买这种美容笔的时候 真的不要特别去怀疑自己的懒 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自己绝对够懒 你懂吗 像我现在还没有小孩了 我都不会怎么去做它 就更何况一些 如果你有了小孩 我真的觉得很充长时间去做 还是Mark Jacobs这个打电眼盘 年纪大了 面对这几个脑领 其实我觉得你看我没有什么 需要立起来的眉毛 就是我反正会经常剪着它吧 就是我的眉笔 这个Raymond London 你说人都是挺奇怪的 买了Time 4都不去用 然后天天揪着一根Raymond London 超市的比赛的那种很开心 前几天我那个另外一个也是想 刚刚开始起步 就是YouTube的女朋友 我跟她说 我说亲爱的今天你录视频了吗 亲爱的你今天自言自语了吗 感觉每天自己就是在这个镜头面前 都是在自言自语你知道吗 我觉得现在我比刚刚开始那几天 那几次录视频的时候 感觉好多了 因为没有那么抓 就没有那么抓狂了 比如说不知道干嘛呀 相机不知道摆在哪啊 灯光啊 然后我乱七八糟的 就是这些 起来稍微要好一点了 但是我还是很讨厌 你知道吗 就是摆得很乱前面 就是这样会让我就很头疼 你知道吗 Benefit这个 有没有颜色啊 哦 这个是那种没有颜色的 所以 OK 那你就画完眉毛 然后画完眉毛了之后 颜色什么的 一百年也用不完的眉粉 把这上去填一下 把这上去填一下 因为我最近几天把那个头发染到生棕色里 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立起来 这也没力啊 什么毛流感了不是 没填呢 但是我这个没有两边 整个有点不太一样 Anyway 这个我买了三个 但是你知道这个眼影是什么吗 居然告诉我是 导致去六个月 六个月你用得完吗 我觉得化妆师都用不完吗 六个月 但是 也不用张网 我觉得这个粉上的这个东西 有人六个月就给它认掉了 不知道 反正我都不用 因为今天要画一个红色的口红 所以就用那种 松色的 这个手还没有镜子 别失语了 其实我特别推荐Mark Jacob的眼影 他们家眼影质量真的特别的好 那我这穿紫纹是不是又出来了 我们解封料再去打一下 然后我这个永远长长的几个胎毛 然后就 带着这个好麻烦 蘸一下就这个右上角的这个颜色 真的特别好看这个颜色 可能我来带一个 特别丑 我还是挺喜欢这种 它这种不是棕色的那种 棕咖色的那种 就这个颜色特别像MAC的那个Omega 其实我经常出去旅游的时候 度假的时候会带这个胎 因为它这里面 里面的这个眼影的配色 还是蛮高级的 我化妆不许那个 很化的很 sweet的那种 就还是挺欧美妆的 那个特别甜美的那个 我也特别 我又占了一点 这个 其实它这个眼影盘里的这个橘色 也特别的好看 就是不太 你知道吗 你有时候想去找那种 不太深也不太浅 刚刚好的那种颜色还挺难的 感觉搬到了英国 真的就跟在普及岛 生活完全不一样 我现在就是处在一种 追光的生活当中 哇 你有了阳光你知道吗 就好想出门 干什么都行 还是这个 昨天就是和我那个 我用了78年的那个 结膜家的女朋友打电话 她都惊了 她说你还留着 你还在用 我说对 我觉得还在用 其实我是个满 你有没有用过 你有没有一些东西 自己用过很久很久 我是一个东西 真的会用很久很久的人 其实Hourglass 我没有觉得比那个 直层秀的那个 睫毛杂 有多好用 是不是我的化妆 总是在叮叮光哭呢 然后这个是那个什么 Cluck上的那个 眼线笔 然后现在就画一下 那个那眼线 你们怎么画那眼线呢 我建议你们是这样 你看这个一个这个 就不要老这样 因为老这样的话 你这个抬头纹就会 就这样 就是这种直接有笔芯的好处 你知道 你觉得这个眉毛 我现在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感觉 好吧 我稍微画的 那个一点就是往下的 我有时候不画 不画那个 刷睫毛膏的时候 我就会贴甲睫毛 因为我觉得就是 贴妆的时候 一撕就好 然后我就把脸上 画完的时候 然后湿那个口 好了 我其他的东西都已经 画完了 然后就是我这个 脸上的大豆 然后这个就是 Tom Ford这个 Wild Ginger的 叫什么 金色版本 这个颜色怎么能说 亚洲人很友善的 我真的觉得这个颜色 真的很丑 我涂出来真的不好看 就显得你皮肤很黄 就很明光 我真的没有觉得 这个颜色 会显皮肤白 我当时也是看了视频 就说 超级好看 就是爆款 就是那种 就是买不到 然后什么什么的 你们觉得这个好看吗 反正我画唇膏 就几乎不是薄涂 从来没有薄涂 没有很高级 没有很好看 其实我觉得 我的皮肤还是不黑吧 我觉得我从泰国 翻过来 已经半年了吧 我的这个 複色 真的就很快就白回来了 真的不是特别好看 就是有点黄 你知道吗 这个红里面 就是黄太多了 以我的这个审美 我认为这样的颜色是丑的 我就觉得不是很好看 其实我觉得 比较好看的 红色是这款 Karina Star Karina Star 是那个刘嘉玲色 这个颜色就很好看 然后拿那个粉底下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适合亚洲人的颜色 你看这个就是好看的颜色 就我认为这个是比较好看的颜色 就是如果你有机会可以去买这个Karina Star 真的要去买这个颜色 这个是一个好看的红色 但是 买的壳 它们做的那个颜色有点太 可能23岁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好看的 30多岁了 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好看 OK 这就是今天 发的这个妆 用了比奥的这个 然后新开箱的 新贴的这个Benefit Benefit Benefit 这个 然后 还有新的这个TOMFOR VAL AFIKANDA 挺不错的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啦 感觉要是不夹那个头发也是太恐怖了 我还是用这个博朗的这个 万年不变的这个 这就是今天的Outfit 长的皮手套 是那个Max Mara 然后这件 这件 连衣裙是去年买的 然后 ZARA Boots 然后这个包也是 然后这个包也是 Max Mara那个大衣 都是棕色的 因为今天实在不想穿牛仔裤和那个绿绒服了 就换了个身这个 然后我里面有穿这个保暖衣 很薄 但是很保暖 然后里面这个保暖裤也是超级保暖的 最近那点胖的腿都粗了 对 很无语